好,再帶你看到的是10月24號 正式開一跑的台中購物節 今年是第六年 還特別找來駐外使節幫忙宣傳 台中市長盧秀燕就表示 簽訪新加坡的時候 他找到熱賣會的成功經驗 為了讓台中跟國際接軌 他特別邀請新加坡、日本、比利時駐台代表 一起來拍攝行銷的影片 希望這樣可以吸引到台灣來的觀光客 台中購物節的好成績也不只靠宣傳 還要靠送大獎 他們每一年都會送出一幅房子 同樣在今年也會送出千萬好宅